这次美联储 我的认为就是它大体上来讲 它是在加息上也好 降息上也好 它都滞后了 当时加息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落后于经济形势的发展 通胀已经起来了 非常明确的从3%以上开始往上走了 结果美联储在2022年3月份才开始第一次加息 但是从2021年的4 5月份 5 6月份 其实CPI已经开始突破3%往上走了 所以说在美联储这一波周期加息的时候 它就已经晚了 我大概的一个判断就是这一次它降息也可能是晚了 也可能是晚了 很有可能是晚了 如果它降息真的是到9月份再降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是明显的显著于落后于经济周期的 而且9月份降的话 我觉得到时候可能不是25个基点 有可能是50个基点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和判断 目前9月份降息的概率是94% 就是说几乎铁板钉钉 9月份肯定降息 但是降息目前市场给的压注就是降息一次 9月份开始降息 降息一次 但是我判断 如果7 8月份市场出现非常剧烈的波动 而且7 8月份经济数据走弱非常猛烈的话 比美联储疫情的还要快的话 我觉得9月它的降息不见得是25个基点 可能直接开码就是50个基点开始降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来也是回顾一下历史 回顾一下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上期我给大家讲到过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从按以往的周期的概率来讲 尤其是1989年以后的经济衰退 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大部分的1958年以后 大部分的经济衰退 其实很多时候经济衰退 它失业率稍微从底股往上走一点就开始降息了 比如说2000年那一次 从失业率3.8%上到3.9%的时候 美联储就已经开始降息了 2007年的那一波周期也是一样 失业率的低股是4.4 但失业率走到4.6的时候 美联储就开始降息了 包括19年就更别提了 那是鲍威尔提前就搞了鸽派了 失业率还没动呢 还在股底3.6停着呢 它就开始预防式降息了 包括再有像1973年的衰退等等 那当然也有降息降的比较晚的 像1957年 失业率从3.7攀升到5.1的时候才开始降息 还有像1980年 失业率从5.7攀升到7.5的时候 它才开始第一次降息 但是绝大部分的时候 尤其是大家可以看到1980年以后的这几次衰退 这三四次衰退 基本来讲降息都是蛮早的 那我们具体来再看一下 这几次周期的一个表现和变化 尤其是最近两次周期 你可以看到 在07年 在07年的9月份的时候就开始首次降息了 但是那个时候失业率根本就还没有开始盘升 真正盘升大家可以看到是08年的4月份 08年的4月份才开始有显著的盘升 但是美颜储已经从07年9月份首次降息到08年4月份 当时已经利率降了3.5%了 就是降了350个几点 非常快的 大幅的显著的下降 显著的降息 而且它的降息 就是说有的时候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比如一月份 它根本就一期会议没开的时候 它可能就降了 一期会议开的时候又降 就一月份它就直接降了125几点 所以说 为什么我老喜欢说 就给大家说一句就是加息它是爬楼梯 降息是坐电体 因为历史上也是这样 而且降息的幅度 历史上都很大的 都是不小的 比如说从1984年以来的衰退 我们统计 降息幅度基本都在5%以上 1984年到86年那一次 降息5.63% 89年到92年降息6.81% 然后2000年那次衰退降息5.5% 然后2008年那次降息5% 除了疫情那一次比较特殊 就是只降了2.25% 因为它降息空间确实也不大 因为当时利率也就在2.25% 这个加也就在那个位置 所以它没有太大的降息空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降息一轮 这个衰退周期降息降5%以上 是非常常见 非常正常的 是经常会出现的 所以这衰退的变得严重的话 而且刚才我给大家看了 就是说前几次周期 我觉得跟这次周期有不同 为什么我说这次周期 它可能降息降的也晚了 因为前几次周期 首先我们从失业率的角度来考量 你可以看到 07-08年那一波失业率 08年4月份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美联储其实已经降息降了325个基点了 降的非常多了 当然降到325个基点以后了 美联储停留了一段时间 但停留一段时间以后 发现失业率还是往上走 尤其是08年9月份 居然爆发了雷曼危机 这个就美联储彻底恐慌了 然后利率从2.2%到2.25% 又直接把它干到0 干到0以后还不行 失业率还往上走 大家看到没有 衰退还在变得更严重 怎么搞 量化宽松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美联储的降息的时候 他根本那个时候 他根本就不讲武德的 说句不好听 他就不讲武德的 他就是给你哐哐哐给你降下来 什么降125 降100 这都历史上都发生过 什么25的降 根本不会那样的 起板就是50的降 胖胖胖的往下降 降到一定程度以后发现不行 还衰退 那就再给你下猛料 给你搞量化宽松 但这些因为都有一个持之效应 尤其是降息 他其实跟加息一样 他有一个持之效应 就是你降了以后 不会马上发生效果 所以说在降的过程中 也是美国经济衰退的一个过程 也是失业率不断往上走的过程 所以说很多地产 美国的地产中介 包括很多市面上的一些 一些没有常识的一些 就是一些司空 就是经常见的一些不靠谱的说法 就是一降息市场就好了 房地产也走高了 包括说经济也会变好 这完全跟历史是不符的 而且完全是不符合加息和降息的这种持之效应的 真正的加息和降息的持之效应 它是会有一个时间的延后的 最起码六个月到一年 所以说降息的时候 往往也是衰退的时候 也是失业率往上走的时候 这个跟我们直觉可能有点相反 但这个才是真正的历史 才是真正的现实 也是真正符合逻辑和常规常理的一个表现 表现出来的一个情况